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切面可以看到亮亮的金属光泽 这才是金属锂原来的颜色 再来把金属钠取出 夹住用小刀切开 新切面一样有亮亮的金属光泽 这是金属钠原来的颜色 最后把金属甲取出 夹住用小刀切开 新切面还是有亮亮的金属光泽 这是金属钠原来的颜色 比较起来 里需要用点力才可以切开 钠最容易切开所以最软 三种金属摆在空气中经过一段时间后 我们观察到原来亮亮的新切面已经失去金属光泽 表示这些金属和空气产生了化学反应 由于锂、钠、钾三种金属容易与空气产生反应 因此要将它们放在矿物油中隔绝空气保存 鱼水反应及反应后的酸碱性 切取一小块金属锂 夹起来放到水中 我们会看到金属锂浮于水面到处乱跑 同时产生气体 取石蕊柿纸红色、蓝色各一张 沾取反应丸的溶液 观察柿纸的颜色变化 接着切取一小块金属钠 夹起来一样放到水中 我们会看到金属钠会浮于水面 原先不规则的状态瞬间成为圆形 体积同时迅速缩减 反应明显比例大 并且产生气体 取石蕊柿纸红色、蓝色各一张 沾取反应丸的溶液 观察柿纸的颜色变化 最后切取一小块金属钠 夹起来一样放到水中 我们会看到金属钠会浮于水面 反应十分剧烈 瞬间起火并产生气体 甚至可能会爆炸 取石蕊柿纸红色、蓝色各一张 沾取反应丸的溶液 观察柿纸的颜色变化 我们整理实验结果得到 1. 锂钠钾均浮于水 密度小于水 2. 锂钠钾与水反应均产生气体 反应程度 钾大于钠大于锂 3. 反应后水溶液均成碱性 水溶液用石蕊氏脂测试 蓝色保持不变 红色变蓝色成碱性 重点整理如下表所示 这次碱金属 李娜甲的介绍就到此为止 谢谢收看